我現在就看我們的材料 今次第二堂講到 牧人領袖和神的關係 而我剛剛講這些 神對我們的愛神 對我們的服侍 對我們的戀無 都是會幫我們和神的關係 其實這個是基礎 這個後面所講的是基礎 然後這裡我就講到 有些什麼要處理的 我們在引言裡講 人的本性就是想華視 不想做牧人 牧人領袖 我們記實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做領袖 不過是一個牧人形式 就不是一個話視型的領袖 不是一個控制型的領袖 而是一個 是謙卑服侍人的領袖 但是人總是想華視 很簡單 兩夫妻 兩個都想做話視 兩個都想控制 和兒女都是 你又想控制兒女 兒女又想控制回來 從小時候的意思都控制 很明顯 其實你坐車都見到 小孩子哭了兩種 你能否分辨到 女兒的哭和 他真的有事的那種哭 很多是女兒的 一會兒就在笑 一會兒又是女兒的 那種很明顯是想控制 他小時候控制 大了 總是想控制周圍的 所以你做阿嬤 阿爺 千萬不要中你的孫子 我以為他愛得他很多 日後就很好 其實你越中他 他將來越難搞 他的生命越慘 他哭 你跟他說 你哭吧 我又哭了 你關了房間 你又哭吧 我們在外面 我們自己開心快樂 你自己哭吧 哭完出來 哭就沒得吃飯 哭就沒得吃雪糕 哭就沒得嘻嘻嘻嘻 你不能出街 在裡面 你不用讓他控制 但很多人很怕死了 怕死他 會生病 其實這是一個方法 同樣兩夫妻都一樣 是想控制對方 用不同的方法 有時是發脾氣 有時是扭 有時是踩對方 這些都是人的方法 同樣做領袖 一樣是想用華視的方法 控制人 神很奇妙 祂很想引導我們 但祂不是控制我們 祂是引導我們 服侍我們 感動我們 到我們改變 這件事真的是 我們感謝神 神是希特拉 如果神是希特拉 我會慘了 如果神是希特拉 你每個都要捏著頸 你一定要做什麼 但神是很柔和謙卑 所以我們都學耶穌的柔和謙卑 但是 人的本質不是這樣的 人的本性是喜歡做事 喜歡自己控制的 而我們想有這種質素 必定是被神去改變 否則天生人 不會有這種 連絮人 謙卑服侍人 是沒有這種質素的 所以我們想有這種 博人領袖的心態 是必定我們需要整個人 被神重整的 整個人被神重整的 好了 我們在下面一段 就講到 從自己 華視地去改變成為 博人領袖 第一個觀念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就是邪運行 聖經國安言 以忽所書以將二節一起讀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空中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撥影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原來魔鬼是控制所有不信耶穌的人 在他裏面影響他 就算他好人也好 他以為自己是好人 他都是 即是他這種驕傲 被邪靈影響 好了 我想問大家 你未信耶穌之前 被邪靈影響 會發脾氣 貪心 自私 不開心 懵惰怒怒 控制人 好了 你信耶穌我們全都改了 不是 即是說 情人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是有的 所以為何我下面 先看 我先看 這裡我沒有寫出來 那個經文就是 彼得 耶穌啊 主啊 你千萬不要去啊 你千萬不要去耶路撒冷啊 這件事萬不能發生在你身上 耶穌怎樣回答他 耶穌其實不是跟他講話 跟他的魔鬼說 實彈退我後面去吧 哇 所以當時 彼得也被實彈影響 即是說 原來呢 當人用他人的心意 所以耶穌說 你體協人的意思 不是體協神的意思 原來體協人的意思 已經被魔鬼勸制了 所以當我們知道這個經文 和這個比德的經文 我們就明白了一個真理 其實我們人很多時候 都被魔鬼影響 而不知道 最慘是不知道 甚至 有時候教會 有些人在那裡鬥過 那些人又跟傳統人鬥 有時候領袖都會跟那些人鬥 鬥的時候 有一種不服氣 有一種憤怒 為什麼你會這樣喜歡對方 其實已經被魔鬼留地步了 即是不知不覺 那我不是叫你去想 誰有誰有 其實個個都有 不過我不是叫你去想 又不會說 喂 我學了 你也有情人來討論 你不要回家這樣說 我只是告訴你 你知道分別 叫你留意 留意自己 別人那些呢 隻眼看隻眼閉 你需要去提他 接受人是這樣的 你不要去全世界報告 他說 你這樣做 給魔鬼留地步 你不要去全世界說 你選擇 並且我會提醒你 最好和你的傳統人 牧師談談 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但我們最主要是處理自己 我們有多少被赤人影響 你回家的時候有多少發炮症露蟲 多少激氣 多少不開心 不開心也是 你被人罵你不開心 很慘 這種意念是不是屬天的意念 不是屬天的 都是被魔鬼影響 所以這個經文希望大家會記得 在勃奕之子 心中混行的赤人 在勃奕之子 這裡說到 那時 那時 你們在其中行事 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這個世界的風俗 有很多在罪惑 在魔鬼裏面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這個 空中掌權者就是魔鬼 這個首領 就是現在 都在勃奕之子 心中混行的赤人 即是很多時候會信服 而我們有時 你生氣了人 不採人 就是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你不喜歡馬國人 你就是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所以我們想要變成一個 真是被神改變使用的 的仆人領袖 是必定要處理這些內心的生命 讓你的生命是 柔和謙卑關心人 我們是不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處理 我又會這樣說 你又不要看這麼多 哎呀死定了 我還有這麼多未改 你看看我今天有什麼改善 那你就感謝神 你如果你看這麼多未改 你又很大的壓力了 我今天有改善 我嘗試對人有微笑 關心他 問候他 為他討告 我有進步 感謝神 這樣你就可以進步 當你一看 未做到的 這就是壓力了 就是律法的壓力 我未做得夠好 所以我們經常說 哎呀死定了 我不是一個好基督徒 我還是不要做了 哎呀我做得不夠好 這樣就很大壓力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做任何事情 神都歡喜 我又有動力去做 但我做的時候 是沒有壓力的 這樣的時候 人就輕撒了 好了 接著《光龍多後書十章》 五字一起讀 《將各樣的繼謀》 《各樣能阻人認識神的無聲之事》 《一概高過年》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 《結會》 《使他好順復基督》 這裏說到人的心裏發生了什麼 就是各樣的繼謀 很多的繼謀 人的繼謀 魔鬼的繼謀 各樣難阻人去認識神的至高的事 即是人的至高難阻我們認識神 全部要公婆 將人的所有心意拿回來 使他都順復基督 所以當一個人完全被基督拿回來 這個人 他就真的越是接近神的心 如果這個人的心 經常都有他自己的意見 用他的方法 用他的思想模式 用他看人的方式 其實神的工作在他身上 是做不到的 即是神想做的 做不到的 因為他經常 那些懵吵不開心 就走出來 他就沒有獻出神的榮耀 我想問你 有一個人他就 很急很急 要做很多 他又很勤力做 整天又早到晚 整天都會傳呼一幫人 不過他又很急 又很競爭性 又要比人更聰明 人人比他更聰明 他又不喜歡 但一個人這樣做的時候 他傳遞出來的訊息是怎樣呢 令到那些人會有什麼感覺 帶你出什麼人出來呢 其實傳遞的訊息 就是一個競爭 自大 自我 要有一個生命 他在做神吩咐的事情 是否只是做事情 他真的做 他真的做 他真的猛地做 不過他產生的果效 都是一般 像他那樣的人 是吧 都是很猛 很急 很懵吵 所以我們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心 先給耶穌 先不要打算做事 所以第一 良善 然後先到忠心 是 心被神 拿回 好了 難了認識神 驕傲的事 是什麼事呢 例如 人說 我要說善 這就是人的驕傲 我已經很好人了 我已經很好人了 這也是人的問題 都是人不好 我被其他人熟靈 我很厭煩 那些人 不喜歡他們 我已經讀過這經文 很多次 我不用再學了 我已經讀過很多次 我已經上過了 神學院 那些課程 這也是驕傲 我在中學讀 基督教學校 我讀完出來 我已經認識了 其實聖經不只是知識 是在裡面 給神融化 所以我們自己留意一下 我們有多少事情 難了我們成為一個 仆人的領袖 給神去改變 好了 將人的心意奪為什麼意思呢 下面有一個讀 一起讀一下 A 整個心意都是深信神 是貴一如美的 全心親近我信服神 就必無福 全心喜悅神 感激神 愛好神 喜歡親近神 第三 放下自己的罪 賜我 浮面思想 我情緒 得得 第四 完全想信服神 跟從神 你的計劃 將整個生命獻給神 好了 這四點 第一 就是 深信神 是唯一完美最好的 於是 我們就全心親近神 和信服神 一定無福 那這種心呢 不是夠容易 全心有這種的心 就是很多人就會 哎 神都不幫我的 神都偏心的 神都不太看重我的 神都不喜歡我的 這種觀念 在很多人心中 都是會有的 還有 哇 十分一奉獻太多了 要做什麼 哇 太多了 太難了 會不會有一種 對神 某些程度的抗拒 他不喜歡 神這樣說 有些時候 聽到聽到 聽到一些 不適合聽 不適合 我不想聽 會不會選擇性 有些 這些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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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不覺得神是最好的 覺得神是最好的 就是 我走完神的路 我整個人就無福 那條路是好到不得了 這種心態 很多人相信 有所謂的 我想上天堂 不過我做人 都是差不多以前的樣子 他一樣是信耶穌 一一樣跟從耶穌 不過 他的生命是很多很多 總之 他用他的方法做人 而不是說 走完神的路是最好的 那時候 很多是他的方式 在我來說 我實在看到神的好 真是 多到不得了 因為我有空就去想 我看到什麼 我都看的 我都想的 譬如我看到你的眼睛 那麼雪亮 那麼有心學習 我都感謝神 神在你心中動工 那我說 神真是好 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做工 那我又會欣賞神 我看到人的生命改變 我又欣賞神 我又看到人一信耶穌 馬上有一種熱心 我又感謝神 我又看到一些人很偉身 我又感謝神 有些人想學習 我又感謝神 我又看到神在我裡面做事 我又感謝神 我看到神創造的萬物 花草樹木這麼漂亮 我又感謝神 神創造的鳥仔 魚什麼什麼 那些顏色配得很好 有時候人都不敢這樣穿三髮 那些鳥仔的顏色 真的很鮮耀 撞色撞得很漂亮 但是又漂亮 但是人就不敢這樣 又紅又綠 再穿一身 但是有些鳥仔又紅又綠 一起 但是它又很漂亮 好奇妙的 就是什麼顏色的鳥仔 什麼顏色的花 蝴蝶 各樣都有 我覺得神很有美感 很有美感 很有智慧 很有聰明 而且它設計的東西是很奇妙的 神安排我能夠 很奇妙的 其實我很多的教導 就是從路德中的這個教導 分別律法與福音 就是分別神的恩怨和律法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教導 就是神用方法安排我能夠去到這個神樂園 學習到 以至我一路 我經常都會看到神的恩怨 我覺得這個都是神的安排 什麼都是神的安排 神的時間是最對最對的 所以我想到神就是神 我真的不看頭地 我完全喜歡你 我完全歡喜你 我覺得走完你的路最好 我稍微不走你的路 就已經會有損失 已經會有虧損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這樣想 我走完神的路 就整個人和福一起說 我走完神的路 我走完神的路 就整個生命被提升 我走完神的路 我走完神的路 就不廣此生 我走完神的路 我走完神的路 就祝福很多人 我走完神的路 神就稱讚我 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福 我走完神 我希望大家都在這裡 跟神有關的喜歡 神的話語也喜歡 神的同在也喜歡 親近神也喜歡 神的感動也喜歡 什麼都喜歡 關於神的事 一想到就歡喜得不得了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跟神的關係就會越來越高 就是越來越提升 跟神越來越密切 神越來越在你的心中造谷 可不可以這樣 其實是難不難呢 跟省廁所 哪有難點呢 省廁所難不難呢 省浴缸 是不是很難呢 抓那條坑 那些泥呢 是不是很難省 你全心喜歡神 是不是很難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不過又難 難在哪裡呢 我們不懲罪 是不是 我們不懲罪 如果我們懲罪 是不難的 你每天都說 神最好 我終於走一走一走 而我自己 我知道我裡面 有一個 跟神對抗的 罪性情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這樣 我喜歡神 不過我的罪性情 都要繼續 我做回我的方式 這樣就不是被神改變 而是我知道 我裡面 有一個 跟神直黨的力量 這個力量 就是我們得性的鑰匙 所以這句話 我希望大家 真的深深放在心裡 就是 神是唯一最完美 唯有跟從祂才是最好 稍微不跟從祂 一定有規則 一起說 稍微跟從神 一定有規則 好了 第二 全心喜悅祂 感激祂 愛慕祂 喜歡親近祂 神這麼好 我們就全心 不是第二 第一頁 還在D 全心喜歡祂 學步祂 整天喜歡神 都是一個祈禱的方式 為什麼喜歡神 是祈禱的方式 因為很多人 用這種方式祈禱 其實已經有很多喜悅神 你看到 詩篇那些多少喜悅神 為何 overload 只是我自己在爭埵上 前往仍然要求問是 能夠 tabs在神的殿中 佻讓祂的魧 善美 就是祂喜歡神 詩篇Today oil 三篇 為何 sedan娴了神 在江南疲乏TIBL 穆水之地 detective 詩篇43段 像漏 接尤雎 seventy 歇水般 COM 圣经主提到 這種感激神 喜歡神 当你喜欢神,你随时随你都可以在祈祷状态 神真好,感谢天父,你都一天,你真好 常常是赞叹神的美好,你的心就会很饱足 完全的饱足,是完全的轻散的 第三,和一样很重要,当你这样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会逃走你的生命 因为神的生命不是用奴学回来 要用奴学,你要明白什么是忍耐,什么是关心,什么是看书 要明白,不过那种质素不只是思想出来的 是亲近神,有神徒你 你有没有学过当你敬拜祭美的时候,你不想生人的 在敬拜祭美的时候,有烦恶放下 神就徒你,将你改变,神来到哪里,那个人就改变 是否神真好呢? 所以你越去想,你就越喜欢神 越喜欢神,你就越被神改变 好了,然后有什么难做呢? 就是放下自己的罪,自我,负面思想情绪 我们要留意我是怎样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残鸡的人 是不是一个猛烦的人,烦恼的人 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要知道有自知之明 先知先觉,是不是? 不过后知后觉都好 千万不要不知不觉 永远都不知不觉 那你永远都不可以改变 到有些人真的 离开世界那天 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么猛烦 用一句广东话,这么黑人真 就是有些人离开世界那天都不知道 他总是说人坏,他不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 好了,然后最后,第四点 完全想顺服神,跟从神 完美,继续整个生命献给神 就是我完全神这么好 我又亲人神,神就改变我了 我又放下垃圾了,我就将整个生命献给神 其实基本上这个,我就是轻松得性 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教导 你可以上网看到轻松得性的语诗 就说到他爱慕神,赞美神,从神有物资关系 宿着神的爱宗 然后就处理生命的问题 然后就将生命献上给神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基督徒一定会走的路才能够去到 一个献上给神使用的 好了,第三点在第二页那里 福人领袖要有神的圣情才能够今生服事人 神的先前是用圣经和亲近神而来的 《路加福音》六章四五节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 这个善呢 是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呢 神做人的时候 的确定将他的仁爱和公义放在内 不过是不完美的 我们想有这种善一定是从神 先有一个完美的更大的爱 更大的怜悯 更大的外心 所以呢 我们这种生命一定是内面发出来 而不是做给人看 不是只有样子的 是在内面发出来的 好了 那如何亲近神 我刚才说 最后我们留时间的 所以我现在说超过一半 最后我们会有讨论时间 如何应用 是最重要的 那么就 说下一点 就是说 如何亲近神被神更新改变 和活出神的色情 这第一点呢 就是我有一个神给的教导 叫做法阳神属性查经法 这个教导很好 我真的觉得很好 不是我好 是神给我的 我就是祈祷神经下导的 是非常好的 其实 它又简单 不过呢 又是有少少复杂的 所以你有心理准备 它是简单 为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你看到什么经文 都会想想神的圣情和一点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它的圣 我先解释一下 你不要看着我 看着我 比如你想想 神是很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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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神 会不会看到神在那里 会不会 神是很开心的 而且 你去到祂那里 他那里 马上的开心就来到 是吧 这两个就是我所说的质素 第一 它本身的本质 本性 是开心的 是吧 然后呢 哪个人亲近他 他就把你开心给你 就是这么简单 容易明白 容易哦 就是他的本性是怎么样 而他将这个东西给我们 但是很多时候 人体圣经就是怎么样 我们要喜乐 我们要做婚 我们要喜乐 我们要放下重担 这些都是真的 不过就很少提到 神本身就是很轻洒 很喜乐的 就是很少他这样想 很少用神的角度去想 神就引导我 什么教导 都首先看神 他有这个质素的 神这个质素 然后 我们欣赏神 哇 神那么好 神那么开心 那么喜乐 那么轻洒 我都很想他这样 还有我亲近神 神又会把我改变 就是这种的查经方法的 那种重要性 还有呢 是你会里面发出来的动力 就像我这样 每天都看到 哇 神真是 又轻松 又自由 又有爱心 我就很喜欢神了 神是那么好 他又 我一亲认他 他又将那些平安 起来给我 于是我就很想 活出神的样式 就变成了 我不是只做外面 我是里面 发出来 去喜欢神 事实上 有很多人 心里面 甚至是事物 最坏是他 他又阻止世界 地球转 他又阻止我的事房 他又说了些东西 不合听 令到我伤心 他心里面 有很多这些 闷阱怒怒怒 这样的时候 他事目得都不开心 哎呀 那些祖元又不听 教绝都不晓 哎呀 真是难了 心里面 有很多这些 负面的想法 但如果我们心里面 会常说 经常说 在耶稣看到人 也发出很多问题 耶稣 помощ 没有 even ��人 validation 如果神很好,你肯聽神話,一星期一整個都不同 有些人幾十年都這樣,學了那麼多就不要吵 眼睛都是暗的,為什麼學習都不曉得呢? 他不肯,為什麼心裡想起不好的事? 總是數人的不好的事 聖經說不要計算人的惡,他就計算人的惡 聖經說什麼呢?他就做那樣的事 不喜歡不義,他就喜歡不義 聖經說那件事,他就做相反的 我們這樣看到,原來神這麼好 看經文是可以看到很多這方面的 有時聖經沒有直接說,你也可以去找 我特地用一字,為什麼? 用一字就覺得好像上課一樣 我用實際的例子就會看到 耶穌跟十二年去留的女人說 女兒,放心,你的信給你 耶穌的心是怎樣的? 他的本性是怎樣的? 善、愛、憐憫、親切、親切 看出他的狀況,感受他的害怕 所以他放心,神有這種質素 所以這個經文其實是很好的 但很多人只看到耶穌醫治 這個經歷只看到耶穌醫治人 但其實這個不單是耶穌醫治人 是耶穌將他的本性顯露出來 一顯露出來,哇,原來耶穌這麼好 你想想,如果你是那個女人 你會不會想,耶穌今天叫我做女兒 或者耶穌幾十年前叫我做女兒 要換身給那些孫子,每個人聽 耶穌那時候走過叫我一聲女兒 放心 耶穌將他的榮耀,他的本性顯露出來 是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們要去思想才能夠找出這個神的本性 這就是發揚神的屬性 屬性就是他所有的質素 包括他聖情,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計劃 每一樣東西我們都在經文中發現 然後呢,神有這個本質,他有憐憫,他有體術 然後他就有那個恩典,他為何做在我們身上 不是這樣,神自己很充滿愛,不過他的愛是不外流的 神是不是這樣? 不是啊,他的愛是經常湧流的 你親近他就有這種愛了 所以於是我們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想一下 我可以怎樣有神的生命 我怎樣放下我的懵憎怒素 不接兩人,我怎樣被神改變 這就是這個發揚神屬性的那種特徵 不只是看經文內容,你要看經文內容 然後去發掘神的本性 神的恩典,兩樣東西分開 現在我再問問大家,誰是本性,誰是恩典 神是愛是什麼? 是本性還是恩典? 本性,就是他的聖情 神很愛我們 恩典,就是他做在我們身上就是恩典 神關心我們 恩典 神是智慧的 本性 你們很聰明,很快 這樣就已經學了,是不是容易學? 是容易學,不過很多人學了很久 就不懂得用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不容易思想神的本性 我們當數用人的角度去想 當數人又怎樣想呢? 哎呀,我很煩,耶穌幫我 耶穌來到馬上醫好那個女人 神啊,我需要你快點醫好我 就是用他的需要 他沒有去想神是多好 譬如我,我跟一個比喻說 有一天你差不多就不死了 掉到水裡 誰不知有個人走過 他很辛苦,他不是那麼容易 他用很多方法 或者水很急流很猛 但是他用盡方法去救你 救完你,你會不會覺得 哇,這個人真是這麼有愛心 又不怕死來救我 會不會這樣想呢? 即是說,他不是靜的 有些人會這樣救回來 多謝那個人,給他一些錢 多謝你救了我 有些人就是這樣 我得到什麼好處 就是想他多好 當我們越明白神多好 我們的生命就越慈善了 我希望大家看聖經 以後看了 有很多發掘 但有些人會直接說出來 譬如耶穌說 我柔和謙卑 很明顯 不過你也要想一下 如何柔和謙卑 即是他不控制人 他不是揉著你的頸去改變你 他不是經常去罵你 他是感動你 他是柔和 謙卑怎樣是謙卑呢? 他真的跟我們洗腳 他真的去服侍你改變你 慢慢柔和改變你 神是如此美好的 所以他真的柔和謙卑 即是我們只要看經文 我要思想神多麼柔和謙卑 怎樣做到我身上 那你就明白到了 明白到你就多點去想 神你真是好得緊要 行啦 你真是好得緊要 看到什麼就覺得神很好 當你這樣又想 你開始發覺神會給你一些意願 你看經文就要看到很多意願 有些經文就不太明顯 譬如說不要被柔和謙卑 我們要想相反 譬如說別再提到經文 不要含露到日落 不要含露到日落 你要想相反 神又說了神的怒氣 不過神的怒氣是向什麼人發呢 向什麼人發呢 不悔改的人發的 向悔改的人 神是憐憫 那怒氣的相反是什麼 喜樂的 又愛心的 又和的 要說的 很多方面的 不是只是發怒 相反就是不發怒 不發怒 不只是不發怒 他不是只是不發怒 他會關心接納 關心憐憫 我們 看出我們 要說我們 這個就是神的各方面的質素 那你就說 沒有發怒 沒有含露到日落 就是神 本身他經常都這麼誘惑 他看著那個惡人 他都是誘惑的 很多基督徒都很霸佔的 但是他都是這麼誘惑 慢慢感動他 我們就說我們沒有耐性了 這個人真的快點失蹤 不要這樣見到他了 但是神依然這樣慢慢感動他 是不是很好呢 於是呢 我們就說 有神這種質素 我們就能夠不含露到日落 這樣容易一點 就不是說 我看了個鐘了 OK 今天七點鐘日落 我七點之前 我六點鐘去生氣他 不過七點我就不生氣了 這樣就很慘了 就好像我要做 而是說我看到神那種的摺納人 嚴恕人 於是我就不想被那些怒氣傷害我 不想被那些怒氣控制我 譬如說 不要被魔鬼留地 那那個傷法是什麼呢 就是魔鬼侵佔我們的東西 侵佔之前是什麼呢 是神很多恩典給我們 就是說那個傷法是什麼呢 就是神擁有一切 和神想給所有的一切給我們 很多恩典 整個天上的倉庫都給我們的 不過你一犯罪 魔鬼就偷了 很多基督徒是偷剩的那麼多東西 偷剩的那麼多東西 那你不要被魔鬼留地 就是我看到神那麼多的美善 那麼多的恩典 全部是想給我的 我就不想被魔鬼偷了 我呢就 哇 神是那麼豐富 他又那麼慷慨 他又經常給我的 我就走上神的路 我就有這個動力 我就看到神的本性 那個本性是什麼呢 他是豐富的 他是慷慨的 有個恩典是什麼呢 他想給我們一些東西 但是魔鬼就來偷 於是我就說 魔鬼來偷 我不要讓他拿走 我們其實 所有一切在神裡面都很好 這種查經報 無論看到正面的經文 或者神吩咐我們做什麼 神叫我們要輸人 神有沒有要輸我們 有啊 神叫我做的 他都做 除了敬拜 天父沒有敬拜 不過耶穌也敬拜 聖靈也敬拜 另外一樣沒有做的 悔改認罪 神是不需要悔改認罪的 除了這些之外 所有神叫我做 所有聖經吩咐的 他都自己做了 那你就經常想到神做得多好 神的本性 和他的恩典 我再問一次 大家有沒有看到 問問大家 這個是什麼 神的美感是什麼 神很有美感 屬性 是的 他的本性或者屬性 神將美感賜給人 恩典 所以很多人有美感的頭腦 是神賜給我們的 神的本質 對不起 我一直說的 我已經說出來 神是喜樂的 本人性 神將喜樂賜給人 恩典 神將喜樂的恩兎給人 恩典 當我們為人祈禱的時候 要將喜樂帶給別人 這是一個恩典 也帶了一部分 就是我們在做什麼 這種查經方法好嗎 希望大家看一看,然後大家明白我們就在這裏停下 思想經文,神有一齊讀,好嗎? 第一,神有怎样美好的誠情 第二,神怎样將這美好的誠情賜給人 那款,怎样可以有這誠情 這裏所說的是什麽?神有美好的誠情是什麽? 祂的本性,是什麽? 然後神怎麽將這個美好的誠情賜給人? 是什麽?恩典 然後第三,我們怎麽有這個誠情 就是我們怎麽遵從 例如馬太十一章二十八 就想到神是怎麽誠情 第一,神是怎麽興省和由何謙卑 而且祂雖然有很多要做的事,祂仍是興省 就是祂的本性是興省,是謙卑的 祂雖然有很多事做,祂不繁忙 第二,祂能夠叫親近祂的人興省 祂能夠賜力量,叫不扶祂握 祂的握容易,擔祂的道子是興省的 這是什麽?恩典 祂能夠叫我們興省 又給我們力量,叫我們扶祂握的時候 都是興省的 第三,我們怎麽樣可以興省和由何謙卑 這就是我們怎麽遵從 三件事就是每個經文都去找 第一,神的本性、神的屬性 第二,神的恩典 第三,我們如何跟從 記不記得嗎? 如果你不記得三點寫下 第一就是神的屬性、本性 然後神的恩典 又第三,我們如何跟從 難不難? 不難的,很簡單 現在我感謝神,神一直幫我 將這個教導簡化我 現在神一直教我 怎麽越來越簡化? 現在這是一個很簡化的版本 很容易明白的 這是神一直教我的 我初代領受這個教導的時候 都想得複雜一點 所以我越來越簡化了 由《約翰福音十三章三五節》 便說到彼此相愛 神的本性是什麽? 神是愛 然後 神怎麽細心愛我們 這是什麽? 恩典 很好,你們好聰明 然後第三 我們怎麽領受神的愛 和靠主彼此相愛 這是什麽? 遵從 是,怎麽遵從 第四,下面有經文 《菲律比書》四章四節 要靠主喜樂 我們思想 神是喜樂的神 這是什麽? 神的屬性 第二 神能將喜樂次給人 是什麽? 恩典 第三 我們如何有喜樂 這是什麽? 遵從 是,遵從 用不容易? 其實是容易 那你試試看聖經 多些發掘神的本性 那你一路逛街 整天想 哇,神真是好 神怜悯這麽多人 神的性真是好 神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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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是好關心人 當你越想 你就越喜歡神 你越喜歡神 你越放心 不要緊 神一定知道我的問題 我未求已先 他已經知道 這個未求已先 他已經知道 你包含神的本性 他本性是什麽? 他有 第一 他有預知的能力 他預知你有什麽需要 他有關心的質素 他有能力幫到你 他知道有什麽問題 他有能力幫到你 這就是他的本性 他會做出來 他會怎樣 他一早已經計劃了 他將來如何幫你 所以你有什麽困難 你不用擔心 神一定會幫我 那你越想 你想回你以前 你有什麽困難 後來很神奇地得到幫助 有什麽經歷 那你就放在記憶 原來神就是這樣 預先知道我的問題 他一早已經計劃了 怎麽幫我 那你的心就喜歡 神多謝你 我前幾天 給我一道玻璃門 差不多 一結結下去 都痛痛地 如果再大力一點 因為那道玻璃門很重 如果真的 整道玻璃門一弄下去 我手指這部份就沒有了 那就是神 是神一早就知道 神呢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麽神不直接 不要給玻璃門撞 有時我們撞一下 萬事互相效力 叫我神人得以處 我就知道 神保守我 要不然我手指都沒有了 這樣我就感激神了 神的本性是否很好 世上有沒有這樣的人 真的沒有 神的本性 真是美得 哇 完美得不得了 那你就會很喜歡神 是吧 所以我整天喜歡神 你明白為什麽嗎 我整天想到神不喜歡 因為我越想到祂的好處 我越喜歡 祂的恩典 我越喜歡 祂的本性 我的心真是 不看頭地 神啊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真是願意聽你的話 就是生命最好了